接下来呢 我想就作为一个开场牌 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生物化学 什么叫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都研究什么内容啊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过去是怎么样 现在的发展状况 将来会如何发展 那么学习分子生物学有什么用 以及最后可能会介绍一些 如何把这门课程学好 自己的一点体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英文 Biochemistry 那么有时候也叫Biological Chemistry 那么它是研究生物体 生物体当然包括动物植物 微生物人体 是不是 它的这个化学组成和生命过程中化学变化归类的科学 那么如果给它做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 这就是生物化学 那么什么叫分子生物学 叫Molecular Biology 那么分子生物学实际上就是有机的融合了微生物学 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有关知识形成的这样的一门学科 实际上它是从分子水平上来理解生命活动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点就是遗传信息的传递 就是DNA的复制 还有保持包括损伤和修复 以及经表达的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调控等等 实际上我们说分子生物学它是生物化学研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到今天你说什么叫生物化学 什么叫分子生物学 给它弄一个很严格的界限 实际上很难区分的 是不是 具体的生化分子生物学都研究什么内容呢 研究的内容很多很广泛 比如说 要试图去发现和阐明构成生物体的分子基础 就是生物分子的组成结构和性质 这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最基本的一个研究内容 第二个就是研究生物体 生物细胞内新陈代谢的过程和调控 第三个就是研究生物分子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 生物分子的结构和生命现象的关系 第四个就是研究生物分子在生物有机体中的相互作用 及其变化的规律 再有就是涉及到基因表达以及表达过程的调控 那么还有涉及到一些分子生物学的一些重要的技术 那么核心内容就是DNA的一个重组技术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在今后的课程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 那么我们说地球上目前的生物种类数不过来是吧 生命现象也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我要问大伙 什么是生物 谁能不能给一个准确的定义 什么是生物 你能说一句很全面或者是很准确的一句话把它概括出来吗 什么叫生物 实际上下一个很全面的准确的定义很困难 但是我们说所有的生物各种不同类型的生物 生命有机体它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或者是属性来区别非生命的东西 有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尽管生物的种类千差万别 但是实际上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发现了 生物体的化学成分 那么包括元素组成和分子组成实际上是相似的 这就是化学成分的同一性 这是生命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是属性之一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些分子在生物体内结构的有序性 什么叫结构的有序性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的 第三个就是新陈代谢 这个大伙应该非常清楚是不是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再有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能够自我复制 能够繁殖的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就概括了生物体 或者是生命的一个共同的属性或者是特征 这也是区别于非生命物质的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命体的元素组成 我们说到目前为止 在地球上发现的天然的元素大概有90种左右 当然不包括一些 我们说是元素组织表实际上已经不只是90了 是吧 大伙高考的时候辈子都特别熟 是不是 但是有些东西它不是天然存在的 回旋加速去啪一撞 时的多少负多少四方秒存在 然后就消失了 那东西捉不着 是不是 那么我们指的是天然的元素中 大概有30种左右的元素 对生物体的生长发育而讲是必须的 而且在这30种元素中 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原子量比较小的这样的元素中 为什么 这是有它的特殊的道理 那么如果我们把生物体内的元素给它分类的话 可以分成这么几类 第一类元素 那么包括什么呢 碳氢氧氮氮四种元素 那么它是组成生命体的最基本的元素 这四种元素占了生物体总重量的多少 99% 几乎全部了 是吧 但不是又不是全部 那么第二类其中包括榴 磷 还有类 钙 甲 钠 那么这些元素也是组成生命体最基本的元素 只不过量相对而言要少一些 再有就是第三类 那么第三类包括铁 铜 骨 蒙 鑫 那么它是存在生物体内的trace element trace element 叫恒量 微量元素 那么这些微量元素 恒量元素 对所有的生物体而言都是必须的 但是有些元素第四类 那么它对某些生物而言是必须的 对某些生物又不是必须的 所以总体来讲分这么四大类 如果我们把生物体内的元素组成 含量 种类分析一下 再和我们生物体所存在的环境 生物圈包括地壳和空气中的元素组成 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 你看地壳中各个元素的量 如果按原子数量的百分比来看 那么实际上最多的是什么 是氧 接下来是硅 然后是锐 然后是铁 然后是铁 但是生物体内最多的元素 从多到少的顺序是什么 碳氧 氢氧 碳氮 氮氧 碳氮 氮氧 碳氮 是不是 这是一类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海水中的一些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大概它的量和存在的量多少的顺序和生物体内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比较 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所以说生物体内的元素组成和生物圈中的元素组成既有相似性又有显著的差异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碳氢氧氮这四种元素 那么作为生物体组成的非常重要的元素 它当初在生命形成和进化过程中之所以选择这些元素 它主要是根据什么这些元素的fitness 叫所谓的适合性被选择的 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首先一个很轻是不是 轻就容易能够形成什么 多个的架件 你比如说一二三四四个共架件 是不是 之间的既可以形成单件又可以形成双件 也就是说这些元素通过之间形成共架件 可以形成非常广泛的这种化学结构的组成 这就满足了生物体将来形成各种不同复杂的生物分子的需要 所以这个是根据适合性选择的 而像锐 钙 钾 钠 钠 蒙 蒙 这些元素它一般情况下在生物体内也是以单原子的离子的形式游离在细胞浆中的 那么这些东西的主要作用 比如说会维持渗透压 离子强度 会综合生物大分子的一些电荷 当然了 其中有些元素可能会在维持在细胞信号传导过程中会取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讲 我们说这些元素在海水中的比例和人体中的比例是相似的 因为我们说生命最初是诞生于原始的海洋中 所以这些东西在生物体内的存在 主要是根据它的什么呢 Availability 叫可得性而被选中 这是两大类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物体内的化学组成 生物体都是什么 一级全是水 是不是 人一烧干了没多少玩意儿 是不是 把水除去以后 剩下的就是什么 生物分子和无机离子 那么生物分子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蛋白质 其次是汁类和碳水化合物 当然包括核酸和其他的一些无机物和另外的一些代谢物 这是生物体的化学组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物分子 什么叫生物分子 Bio Molecule 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生物分子应该说都是碳的化合物 重要的生物分子包括糖类 是吧 脂类 蛋白质 核酸和非常重要的代谢物 那么包括氨基酸 糖 有机酸 核甘酸 等等 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小分子的有机物 比如说维生素 辅酶 激素 色素 等等 这些东西 是不是 这是构成了生物体的生物分子的组成 我刚才说了我们说所有的生物分子都是碳的化合物 那么之所以选择碳作为生物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组成 就是由于它在成建方面的一个多能性 那么我们说碳跟刚才提到的氢氧氮和碳和碳之间 可以形成一个供价件 两个供价件和三个供价件 是不是 那么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成串状的 还可以形成分支的 还可以什么 形成环状的结构 是不是 那么这些碳如果连接一些其他的功能集团 比如说缩极 强极 氨基 等等 这些功能集团又有广泛的反应活性 所以以碳为核心的这样的生物分子 它结构上的多样性和反应的多样性 那么将来它就可以满足作为细胞分子机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生物体为什么选择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生物分子 生物分子又分大分子和小分子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物大分子 那么实际上生物体内的很多生物分子 你比如说多糖 蛋白质 核酸 是不是 都是相对分子量非常高的多具体 一般我们管多具体叫polymer 是不是 但是这些多具体一般来讲都是有小的相对简单的有机物 那么这些有机物我们称它为构建分子 叫block building molecule组成的 那么这些多具体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都管它叫生物大分子 生物 bio 大的 macro molecules 所以相对分子量非常大 起码要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道尔顿的这样的大小 那么我们提到生物大分子 包括多糖 蛋白 核酸 实际上 脂类 脂类 脂肪 一般来讲还算不上是生物大分子 但是 脂类物质在生物体内往往聚合 形成多具体 你比如说像众多的脂类形成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结构 所以往往我们管这个脂类复合体也叫生物大分子 所以一提生物大分子一般包括四类 就是多糖 蛋白质 核酸 和这个脂类 是不是 这些构建分子相对于这个多具体而言 它就叫单体 单体就是monomer 是不是 你比如说构成蛋白质的单体 amino acid 氨基酸是不是构成多糖的这个单体就是单糖 构成核酸的单体是核甘酸 是不是 那么这些单体分子一般分子量相对都非常小 一般是小于500个道尔顿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蛋体之间通过聚合就形成这样生物大分子 氨基酸之间通过形成显然间就会形成多态乃至大的蛋白质 是不是 糖之间通过形成糖肝件连串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多糖 包括纤维素 这个糖原 变粉 等等 是不是 那么核甘酸呢 通过缩合 以350酸二之间连接以后形成非常长的巨大的DNA分 RNA分 是不是 那么这些单体是组成这个多具体的最基本的结构单元 又叫构建分子 实际上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结构的这种层次性就体现出来了 是不是 单体生物大分子 是不是 实际上我们说全部生物分子归根到底都是由环境中获得的一些小的分子前提 你比如说像氧水氨氨氮氮这样的元素通过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形成的 那么这些简单的无机物通过生物体的反应会形成很多重要的一些中间代谢物 大伙别看这么多代谢物的名字那进入 这些东西以后都会讲的 有些东西会详细的介绍它的结构 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intermediate metabolite中间代谢物包括perioyl acid是不是 饼铜酸 苹果酸 柠檬酸 三磷酸甘油泉等等 那么这些简单的代谢物它会经过一个转变以后会形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构建分子 你看了吗 无机分子中间代谢物然后形成这些构建分子 氨基酸单糖核甘酸脂肪酸甘油碱是不是 这些东西缩合就变成了什么 多糖蛋白质核酸之类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分子的这个层次性特别明显 所以这些东西递合以后会形成这样的这个生物大分子 而形成的这些生物大分子 它会进一步通过同类蛋白质或者是蛋白质跟脂类或者是蛋白质跟多糖进一步的通过一些非共架建地核 它会形成一些超分子的复合物或者我们管它叫集装体叫super molecule complex或者assembly 所以你看又进一步往高的层次上走下了 那这些超分子复合物那么聚集体进一步的组装就会变成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变成真核生物的细胞体了 和这个细胞等等这样的生物结构细胞再进一步的就变成了组织是不是 组织再进一步的变成器官 器官变成就变成整体了 所以就变成我站在这的 你眼睛一瞪我这全是核酸蛋白质是吧 这都看出来 但是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就一个人就站在这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molecule organization in cell 意思 这就是分层次的那个 我们刚才说这个分子分层次 你看 无机物 简单的 简单的 中间代谢物 是吧 前体 构建分子 这些构建分子就跟我们修一个大楼的一个砖块一样的 这个砖块一躲叠以后 不同的砖块 不同的码法 它最后就变成不同的生物大分子 大分子形成超分子 集合物 形成细胞 细最后形成细胞 一走就变成我站在这了 是不是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 关于生物分子和生命的起源 那么我们说 关于宇宙的起源 这个话题非常大 因为生命 生物分子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是整个宇宙起源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先说 宇宙的起源 宇宙是怎么起源的 说法很多 是不是 谁也没看见 是不是 所以尽管说法很多 但是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 是吧 大伙刚才都说了 大爆炸 大爆炸发生在多少年前 据说是150亿200亿年左右 咯 这下一炸 最初是拿什么炸的 谁也不知道 是吧 炸完了以后 它就这些东西就开始凝聚 凝聚凝聚 最后据说就形成了 构成我们现在宇宙的说的数亿颗恒星 组成的这样的宇宙 宇宙是不是就有数亿颗 谁知道有多大 是不是 那么最后就逐渐了形成了 形成了很多的星球 那么包括我们太阳系中 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 那么据推测地球的年龄到今天 大概有多大 45亿年 45亿年 那么实际上地球形成 从年龄计算 也就是形成地球的形状 以及包括地球上已经存在的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这些绝大多数元素 像宇宙大爆炸最初 最丰富的元素是什么 是最轻的 轻 大伙知道你说这个铁 氮 碳那些东西怎么来的 这个原子结构是吧 一看就知道 聚合两个氢一聚合就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氦 一点点聚合最后就变成分子量 这个原子量 原子叙数很大的这样的元素了 是不是 然后形成了地球 开始是一个大热的大热球 这个热球要慢慢凉下来 据说这凉了一把 大概需要多少年 用了五亿年的时间才把它凉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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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